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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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亚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 也流传着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 路回头就是李祖起源中最美的传说 三亚的自然美景吸引着天上的仙女 他们违背天条腔腔下凡 在青山绿水间暮雨歇下 就是又感受下来的传说的传说的美景 台中又有一种美景 每次都慢慢降落 我们在台中呢 我们才用了国家的体验来当归族啊 但是说真的来到了参加 说下的台阪呢 让所有的参加人员 都会去面对台阪 我想正在台湾 对台湾 无法光光的直接化给台阪 然后在台湾 可以说呢 所以说呢 可以分析 就是 她们的随着 但是在关键上 感受到 不安排 而且在关键上 对台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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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在关键上 对台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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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奇妙的 所以呢,這些水喔,在這裏要不出現 這個代表這裏,我們在發覺的上升 這裏是這裏的水,在這裏的水 是這裏的水 這裏的水 我們現在現在都已經有了 三一雅,可以採訪的行程 房橋,土耳朵,三一雅的水 是可以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